鱼肉 稍微切厚一点 现在我们就来开始腌制牛肉 加入少许的黑胡椒粉 还有一勺生抽 再来一勺蚝油 一小勺淀粉 注意这个淀粉不要太多 要不然吃不出肉感 先给它搅拌均匀 这个时候再加入小半勺清水 继续搅拌 最后再加入少许花生油 锁住牛肉的水分 再次搅拌均匀 然后煎至15分钟 我们再来切半个洋葱 给它切成三角块 我们再来抬碗芡汁 这里面再放入一点黑胡椒粉 还有一点点淀粉 下来一小勺生抽 给它搅拌均匀 锅里油温热了之后 把牛肉放下来翻炒 翻炒到八成熟就可以出锅 锅里油温热了之后 把配菜放下来翻炒 再加入少许盐调一下味 然后把牛肉放进来 继续翻炒 翻炒完之后 再加入刚刚调好的芹汁 好了 因为我买的这块牛肉呢 它是肥瘦相间的 所以就算我切的厚一点 炒出来呢 也不影响它的口感 洗完的话可以试一下 就会 eating 炒到很多kar 成沙 大概很一 versus 什么 炒出来 炒出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